先來看QR Code運用日益普及 而在南投縣竹山鎮也首創了竹編QR Code 民眾只要用手機掃描以竹編編織而成的QR Code 就可以了解店家的故事 也成為竹山商家的特色 預計未來也可以推廣到全台灣 南投縣竹山鎮首創竹編QR Code 用一根根0.5公分寬的竹編編織而成 只要用智慧型手機一掃描 就能知道店家的故事 預計陸骨竹山地區將裝設100處 未來也可以應用到全台灣 讓在地產業結合科技 竹山的竹工藝家陳高林老師 還有他的夫人一起來擔任竹工藝的 這樣的一個授課 但我們當初也跟工人員有合作 那我們在揮露人才培訓的時候 特別是在竹工藝方面 那我們一個起點 就是希望能夠從QR Code的著手 竹編QR Code剛開始也曾經失敗多次 一般都是印在紙上 利用黑白的反差去感應 因此竹滅多次的染身調整才能成功 通常得花上八個小時才能完成一個作品 讓每個商家每個企業 他們很有趣的故事 每個靠過QR Code 然後來跟消費大眾 跟外地的一些人 所有民眾 來等我們來去連結 這個計畫也帶動當地的媽媽二度就業 甚至失業青年也加入創造小鎮的商機 第一個裝設點在竹山的城隍廟 八月之後會陸續裝設 讓陸骨竹山地區的旅遊資訊能夠方便地呈現給遊客 聯合報無私平 南投報導 剛才是個如果是常監視的 我們是常監視的 我們是常監視的 呢 每個國常監視的 都是好 我們要回家